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时尚聚焦 今天早上可惨了 起一大早改一晚集 这个拍了本来今天可以多拍 结果声音出了问题 声音出了问题 找了半天上到YouTube上 我们刚才看半天 可给我抓了下了 后来咱说句笑话了 万物皆有灵性 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能够理解 真正理解这句话 万物皆有灵性 也就是说像电视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活的 时间的原因先跟大家再分享一个节目 那个麦克风呢 麦克风现在换了一个全新的麦克风 人家刚刚送货送到 非常的tricky 找时间再跟大家讲 是麦克风自己出了状况 在和另外一个app本身呢 那个remote就那种遥控的app应该是出状况 那所以出来结果声音是什么都什么都好 就声音没有 声音进不去 ok 就跟大家解释一下 出万物皆有灵性了 这个我们先这期节目看会 我感觉我看他的声音状况是不错的 苍老师 这是讲 苍老师讲的是这个赵立坚的故事 那关注了苍老师 大家笑死了 赵立坚 这个关注的叫什么 苍景空啊 大概是 日本 所以这是赵立坚 这是当时讲的故事 那跟大家解释这故事的原因就是这个刘晓明 对吧 昨天我们跟大家分 刘晓明是出了名了 那现在刘晓明的结果不知道会是怎么样 但就我个人来讲 我以为他结果不会好 我以为他会有麻烦 那他处理的麻烦就是说 他用了他自己聪明的办法去掩盖了他做的臭事 而这个丑事本身做的呢 太直接了当 他太爽 就是他自己比较信心满满吧 就是说自信满满 所以他认为应该没什么问题 他事情出在这里 出了之后他又变成方去掩盖 掩盖的结果呢 就使得这件事情 所有人都把别人 你掩盖就是把别人当傻瓜咯 那别人不是傻瓜 对不对 所以刘晓明应该是 我以为是应该出了大事情 因为应该讲习近平这个时候不会饶他的 这是前后的故事 结果为什么又讲赵立坚 刘晓明那事呢 刚前后过到现在24小时 结果赵立坚 赵立坚再被抓爆色情网站东欧女佣 东欧女佣色情网站 这是外交部又出丑 那这是 我以为这是有人在真正在抓他们 我个人以为他们太招人恨了 招人恨被人给盯上了 那这些人呢 这些人自身又太牛气了 这些人太牛气了 在这种战狼为战狼就是色狼的背景之下呢 他们不太在乎 我觉得是他们不在乎 就像习近平自己念错字 办错事 他自己没有 你可以说他没有意识 你怎么解释楼城 但是一样 他把他做的事情 他认为他不在乎 我给我的感觉是这个 所以有人惦记他 照顾他 这是把他们给整 我觉得是把他们给整了 刘晓明9号出事 引发了国外政界人物大肆嘲讽 反华分子害入他的账号 10号 网友发现 再次发现赵立坚去关注了成人的音像平台 以及罗马尼亚的女佣 那赵立坚先前就曾经关注过苍景空 引起热议 赵立坚去关注苍景空 这个事是他们整个这个团队当中的最早的一个 那是不是有人故意说害他们或者怎么样 我没那经验 我个人来讲没那经验 但中共的体制的本身的做法 这些人的本身的风范 我个人觉得这是确实吻合的 这个他推脱不了 叫共和国足交部发言人 专业治脚器的老中医赵立坚 10号在推特上推出了两个影片 第一个影片可见 色情平台推特账号关注显示 赵立坚的账号追踪了该账号 而就被说成是 而就怕被说成是修图剪接 所以特意一刀没剪的点开了赵立坚的推特 能够见到赵立坚本身正版的标记 这个那上头那个共和国足交部发言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新的账号 这是自由时报 台湾自由时报报出来的 那我相信作为这个赵立坚推特账号 应该是 他如果是这么做的话 他应该是逃跑了 他应该是逃跑 我没有太细查 你可以 也可能是真的 也可能是假的 因为现在呢 确实这个 网上的高手们多 这个像我这样呢 咱这样都 弄个声音都弄不好的 肯定玩不了这个 所以 如果是真的 那就不用讲了 如果说里面有一些水分 有人故意整他们 也就他同样反映出赵立坚也好 这个 还是这个 这个 叫什么 刘晓明也好 就是外交部这些人 替中共 替习近平擦屁股的这些人 他在中国人的范围内 多么遭人恨 就是他概念是遭人恨啊 我觉得是这个问题 这种遭人恨 有人故意弄他们 我个人觉得那也无可厚非 这个无可厚非 那当然 既然这个 刘晓明可以说 要求推特公司 叫什么 严肃审查 就是一定要如何如何 你赵立坚也可以啊 对不对 要不然你们就都从推特上出去 要不然人就干你 对不对 这叫 如果是真是干它的话 也算是以其人之道还斥其人之身了 我个人觉得也这个 他给大家伙解气的成分 取笑的成分 远远超过于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假的 其实超过这氛围了 另外一段影片同样的方式 追踪了一个推特账号 然后得知这是东欧罗马尼亚的女佣 在刘晓明的焦族影片 暗赞的当天 网友就发现赵立坚 在追求了一个大头 露出了南半球的账号 露出了南半球账号 还有账号置顶 另外一个女子 露了 露了 也就是人家自拍的东西了 这个 这篇文章下面 他就一些截图 这个截图呢 咱们就不太好放 人家西方社会可能比较大方 成年东西就是成人东西 就是成人东西 但是在我们这儿不太好放 我只能说不太好放了 那下面就有这个图出来了 赵立坚被抓包 弄过这个苍景空 所以大赞他写姓兰儿 那推特账号出现了另外的一个故事 那个账号的本身呢 他是蛮暴露的 确实是那个成人蛮暴露的 就是我们通常说比较脏的 那这里面就是跟大家显示呢 赵立坚所追踪的这个网站的本身 就被人家截图的 另外一个是在这儿了 赵立坚关注此账号 2018年就加入了 19万多 那你说是真 到底是真的是假呢 我就说是个笑话 他是个笑话 他是真的 人说反正是血肉之躯了 那外交不凡人也是血肉之躯了 你不能说人家对和不对 如果是假的呢 他就招人恨 那这个东西呢 对于中共的本身的品质来讲 我个人觉得倒是蛮吻合的 所以大家其实直播 因为我们两期节目 那声音都有问题了 这期节目我们就当笑话看 纯粹就是当笑话看 但我相信习近平会比较严肃 因为习近平的脑子跟不上那么多 他念稿的时候都得错一个字 他就念不下去了 所以他必须老得看稿 如果他的智商 就是说他的大脑的控制力 已经到这份上的话 这赵立坚要想跟他解释 不太容易 肯定有难度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